第2841集 衣物室里安静了下来 也是忽然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凉嗖嗖的 就好像闹鬼了似的 这游戏里好像没有玄学的设定来着 可他用常理确实解释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 更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下不了线 总之 现在我们获得两条重要线索 你们先是撞上了中子鱼雷 然后撞上了我们的船 未来的我们的船 记下了这两条线索 罗伊从椅子前站了起来 看着起身就要离开的罗伊 林悠悠挑了一下眉毛 你不看病了 已经看完了 他现在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去爆炸现场再看一眼 二是去鱼雷舱里看一眼 另外还要把这两条线索 拿给那个姓吴的家伙 虽然那家伙从来就没靠谱过 但他毕竟是这艘船上 唯一专业对口的物理学家 如果连那家伙都搞不定 他想不出来还有谁有办法了 总不能指望自己这个 环境改造工程专业出身的大头兵吧 躺在治疗床上的夜时紧闭着双眼 脸色微微地发白 那声音又出现了 而且依然是内四句 夜时 这里好冷 下层甲板的治安办公室 几名一部的高级军官站在监控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医务室里的情况 其中有舰长赵天河 也有二把手吴梦科 以及导航员等等 尊重医生的意见 他们没有刺激患者 而是换了一种更委婉的方式 安排三部下属太空战斗小组的罗伊 去问了他们迫切想要知道的东西 俩人聊了很久 从未来一直聊到了现在 而他们说的那些东西说者无意 却令听者背后渗出了一身的冷汗 猎户号确实没有执行对地轰炸的计划 但舰船指挥部确实接到了 来自拉格朗日典空间站的支援请求 情报显示 地表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变种年军母巢覆盖 如果不执行更彻底的进化行动 最晚十年之内 年军的活动范围就会蔓延到南极圈和北极圈附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重建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人类文明压根就等不到重建的机会 在此之前就被盖亚的孩子们消灭殆尽了 如今太空电梯已经被摧毁 致远号殖民舰又不过大局地放弃了殖民外星系的计划 人类文明已经逼近了毁灭的边缘 拉格朗日空间站的意思很明显 反正避难所计划已经启动 该用的核弹早就用上了 地表上的幸存者八成是活不下来了 不如痛快一点 干脆就将油门踩到底 站在文明的高度来讲 这是尽可能为文明的存续保留活种 不过矛盾之处在于 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动摇了文明的根基 也正是因此 对于是否要做到这一步 人连内部以及空天军高层的意见 并非是统一的 甚至于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甚至于很早以前就存在了 包括不限于整场战争的最核心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 这场战争的敌人是叛乱分子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盖亚才是真正的敌人 分歧是难免的事情 两个人只要站在一起 就一定会分出左右 更不要说是一群人 最终的战争虽然是激进派挑起的 但仅仅只是最激进的那一派 而随着殖民地的分离 内部矛盾变成外部矛盾 在人连高层占据绝对优势的保守派内部 自然也会根据现有的议程 出现新的立场划分 比如立场光谱偏右的 成为新的保守派 偏左的成为新的激进派 站在后者的立场上 战争已经结束了 叛乱分子已经消灭 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善后 以及建立新的秩序 这个秩序是可以包含变种年军的 毕竟把这种东西彻底消灭 确实不太现实 而站在前者的立场上 不惜一切代价将地表年军 一个不胜的驱逐 才是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为此牺牲再多的人也是值得的 赵天和对政治上的事情 其实并不感冒 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他是一名职业军人 效忠的应该是法律 哪怕整个空天军主流 是偏向于站队在前者那边的 然而 即便他不想选边站 当历史的洪流席卷过来的时候 他和他的部下们 还是被迫卷了进来 不得不做出选择 毕竟当他接到来自 拉格朗日典指挥中心的命令的时候 整个空天军乃至人连 仅剩下的拥有星际航行能力的星舰 只有两艘 一艘猎户号 一艘双子号 被弹剩余量最多的只有他 相比之下 双子号的中子鱼雷 在先前对盖亚星球的轨道轰炸中 应该已经消耗的所剩无几 换而言之 有能力执行末日计划的只有他们 再也没有别人了 而他的选择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宁可把枪口对准自己 或者对准自己的友军 也绝不会瞄准 他用生命守护过的平民 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这打了三年的仗 才他妈叫白打了 站在监控终端屏幕前的吴梦科 神色忧愁地看向了站在一旁的舰长赵天和 这孩子知道拉格朗尔点空间站的那段信息 我认为这不是巧合 他可能确实来自于未来 赵天和神色凝重地盯着屏幕 缓缓点了下头 吴梦科神色复杂地将视线挪开了 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椅子的扶手 那我们 知道他想说什么 赵天和摇了摇头 只是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屏幕 不好说 无论再怎么说 你我都还活着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的对手绝无半点翻盘的可能 我其实更倾向于认为 他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未来 而是 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未来 下层甲板的动力室附近 城狂子的全息隔离带悬浮在走廊上 圈出了一大片被隔离的区域 这里是撞击事故发生的地点 一艘救生艇及民用飞船 撞破了猎户号巡洋舰的外壳 半个舰体直接插在了猎户号巡洋舰的舰体上 哪怕是放眼人类文明并不算长的航天史 都算是相当炸裂的事故了 尤其令人迷惑的是 这艘小艇到底是怎么穿过偏倒护盾的防御 撞破那几乎不可能被撞破的舰体外壳的 所幸的是 受损的是下层甲板生活区的健身房 而当时因为飞船即将进入超空间航道的缘故 这种娱乐设施都是处在封锁状态的 因此并没有人受伤 这也是后来不少人跑去围观的原因 舰艇安全与维护部门 第一时间关闭了受损区域的交换器系统 并按照安全手册上的预案 对受损区域进行了隔离 虽然实际受损的只有一个并不算大的舱室 但安全主管还是根据四部工程师的评估报告 对整体关联区域进行了封锁 此时此刻 穿着宇航外骨骼的工程师正站在隔离带的周围 对着手中的平板操作着 看到罗伊走过来 其中一名工程师走上前去说道 诶 这里是管控区域 你得换上宇航服再进来 罗伊将呼吸器挂在了脖子上 同时出示了自己三部的证件 我身上的改造一体有抗低压环境功能 有二次爆炸风险吗 工程师回过头和站在隔离带旁边的同事 交换了一下视线 随后看向他回道 那倒不会 我们已经关闭了赵氏飞船的反应堆和化学电池 那就行了 我只是在外面看看 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罗伊拍了拍他的肩膀 穿过了隔离带 走到了那个贴着修理中标志的房间门口 那扇合金门紧紧地封锁着 里外都贴了一层折叠的钛合金加固板 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递给他了一支平板 平板的屏幕上连接着修理机器人的摄像头 透过平板上的画面 罗伊看见了房间里的情况 只见那健身器材已经被庞大的冲击力 撞到了房间的一角 而舰体外壳更是被那艘飞船撞的 向内凹陷出了一座半径约有一大二米的破口 那场面简直能用惨烈来形容 罗伊皱起眉头 老实说 这不像是一艘救生艇级民用飞船能造成的损伤 简直就像发生了爆炸是不是 工程师看着他耸了耸肩 咧嘴笑着说道 但其实没有 我们并没有在飞船上找到破家战斗部 这的确是一艘科学考察用途的民用飞船 而且飞船表面有明显的氧化痕迹 由此推断 这艘船平时应该是在大气层内工作的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第一时间把人救出来了 其他的损伤 以舰上的修理工具没办法处理 只能交给新港的施工人员了 罗伊点了点头 将信息记录在了储存芯片上 随后继续问 你们救下来的那个孩子说 这艘科研船里还有一个人 应该是个小姑娘 你们有发现吗 站在门口的工作人员 懵逼地交换了一下视线 接着表情古怪地看向他 怎么可能 当时巴布的救援小组 可是直接冲进去了的 整艘船里只有一艘休眠舱 他是不是把脑子给撞坏了 罗伊没有说话 食指在屏幕上敲了两下 控制着修理机器人 向前挪了几步 将镜头对准了 已经被撞变形的驾驶舱 那里确实什么也没有 就在他沉思着的时候 站在旁边的工程师 忽然开口说 说起来发生了一件怪事 罗伊看向他 什么怪事 那工程师继续说道 一部分人听到了爆炸声 一部分人没有听到 罗伊愣了一下 他记得自己是听到了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不过确实也有人没有听到 比如他的战友萧勇 就是之后听到警报才过来 说来这事也很奇怪 原本在爆炸发生的第一时间 警报就该响起的 但警报却失灵了 反而是在下层甲板有关单位 向一部报告损伤信息之后 再由一部手动拉响的 这也是造成当时人员聚集的主要原因 毕竟根据大家以往的经验 警报没响就意味着事不大 会想去看看也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 有些人听见了爆炸 而有些人却没听到 罗伊仔细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房间里的人确实不多 只有几十个 相对于下层甲板上的上千号人而言 这个数量确实太少了一点 这其中有什么规律吗 我看不出来 工程师摇了摇头 我还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头绪呢 一旁的工作人员笑着调侃道 话说这总该是五部的活了吧 战争都结束了 那个部门应该发挥点作用了 那家伙不是说了吗 时间穿越者 照他那说法 我们现在得赶快给自己 买个人身意外险 人身意外险还行 让联盟赔吗 显然并没有人相信 那个孩子来自未来 毕竟他们都还活着是不争的事实 就在这时 工程师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事的开了口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正沉思着的罗依抬起头 你能一次把话说完吗 哎呀 我也是刚想起来的 工程师看了一下 乡邻的几个房间 伸手指向了角落尽头的那间 那边是生活区的食堂 当时里面是有几个人呢 不过他们的反应是没有听到 直到我们的人进来 他们才反应过来出事了 罗依再次愣住了 他的值班室距离这里比较远 都听见了那剧烈的爆炸声 然而爆炸中心附近的人 却反而什么也没听到 很怪不是吗 那里的隔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 不止一次有人吐槽过 在那里用餐的人太吵 工程师耸了耸肩膀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或许我们该找个真正的牧师了 有道理 罗依点了点头 将手中的平板还给了一旁的工作人员 随后看向那个工程师认真地说道 这条信息很重要 我先把下层甲板听到爆炸声 和没听到爆炸声的人宣出来 然后把他们在爆炸发生时做的事情 以及所处的位置也都进行标记 这或许会有助于解决我们此刻面对的困境 好主意 工程师打了个响指 你去和八部的人商量吧 这是他们的活 八部是舰艇安全与维护部门 相当于整艘兴建上的治安管理部门 包括安全主管 治安官 以及紧急救援小组等等 四部 工程与维护部门的名字里 虽然也带个维护 但负责的主要是设备维护 以及外层空间作业等等技术活 三千人的兴建就像个航行在太空中的小镇 几乎每一个人都安排了具体的职务 不过有时候 罗伊也忍不住想吐槽 他们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 即便是他们自己也得想一会儿 哪件事情究竟是谁的活 但好在大家都很负责 最多是活不够分 倒没有人踢皮球 罗伊记下了采集到的情报 干净利落地点了一下头说 我会觉得 第2843集 作为三部的武器与防务部门 是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的准战斗部门 也是应急情况对策部门 虽然一般的治安事件是由八部负责 但对于这种严重到对舰体造成损伤 威胁到全船员官兵生命安全 以及无法排除恐怖袭击嫌疑的重大事故 三部通常也会介入其中 作为一名职业军人 罗伊的行动很迅速 检查完事故现场以及鱼雷库之后 立刻前往八部交换了情报 并调取了各功能设施的门禁使用情况 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很简单地判断 所有人当时的位置 对于三部提供的情报 八部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派出几乎全部安全人员 对下层甲板全部1600名船员 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仅有200余人听见了爆炸 但因为警报并没有响 所以大多数人都没当回事 八部的会议室 猎户号巡洋舰下层甲板的三维全息图像 悬浮在会议桌上 按照三部战斗人员的意见 他们将听见爆炸声的人 当时所在的区域标记成了红色 而那些没听见爆炸声的人 所在的区域则标记成了黄色 淡蓝色的全息图像 几乎被红黄两种颜色填满 那蜿蜒的红色 就像一条长龙在舰体的内侧蔓延 只可惜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 不过有趣的是 同一个区域中并不存在 有的人听见了爆炸 而有的人却没有的情况 换而言之 并不存在介于红色与黄色之间的 第三种可能 看来问题是出在了空间上 看着图满标记的地图 罗伊沉思着说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些标记 为红色的房间 进行重点检查 八部的安全主管站在旁边 胡子拉茶的脸上写满了微妙的表情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又觉得太扯了 不过最终还是咳嗽了一声说 你们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 围在会议桌前的一双双眼睛看向他 罗伊替在场的所有人问了出来 什么 安全主管立刻说道 薛定谔的猫 会议桌前传开窃窃私语的声音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 看着沉默不语的罗伊 安全主管用不确定的口吻继续说道 现在我们不是卡在超空间航道里的吗 恰好又发生了这样的怪事 你说我们会不会被困在了一个 类似于量子空间的地方 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罗伊认真地问道 量子空间是什么东西 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呢 安全主管一时语色 食指在胡茶上摩擦了一下 苦笑着说道 我其实也是瞎猜的 我又不是搞物理的 我学的是物流管理 站在一旁的安全员吹了一声口哨 也愚着说 看来我们近上就没一个专业对口的 五部的那位不是专业对口吗 对口 但派不上用场 没想到这里也有人迫害吴博士 罗伊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我打算一会儿去问问他的看法 关于你祈祷的量子空间 安全主管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那是我献编的名字 总之就是类似的意思 你问问吧 玩笑归玩笑 那家伙毕竟是高材生 对于吴博士的专业知识以及文凭 他其实还是很相信的 会议结束之后 罗伊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五部 结果却发现吴博士并不在这里 值班的只有一位他带的实习生 一番询问之后才得知 那家伙又跑去喝酒了 科研与技术部的活太少了 属于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边缘部门 在这儿工作的人大多性格散漫 都是懒习惯了的 无奈之下 罗伊只能联系八部的朋友 最终在中层甲板角落处的一间酒吧里 找到了这个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看着趴在吧台上的吴博士 罗伊叹了一口气 走到了他的旁边坐下 随后看一下面前的仿生学机器人酒保 两杯柠檬水 请问是冰的还是要常温 一杯冰一杯常温 好的先生 那仿生机器人声音温和地回了一句 没多久桌上便多了两杯插着柠檬片的水 将热的那杯推到吴博士的面前 罗伊端起飘着冰块的那杯喝了一口 从标准时间的早晨八点到现在已经下班 他忙了整整十个小时一口饭也没吃 不过这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忙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没有胃口 看着伸手去碰杯子的吴星环 他用闲聊的口吻说道 工作时间喝酒合适吗 无所谓了 吴星环抓起杯子喝了一口 发现没有酒味还是热的 这才皱了一下眉 看着这家伙摆烂的态度 罗伊抬了一下眉毛 什么就无所谓 你不是发现新的物理了吗 还说什么我们会怀念你 那个酒瓶不离手的你 听到这句话 吴星环自嘲似的呵呵笑了一声 摇晃着手中的柠檬水 将迷离的目光投向面前的酒柜 已经不重要了 没有人会记得我们 我并没有发现新的物理 旧的大厦也没有坍塌 甚至更稳固了 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笼子里 只不过是恰巧在滚轮上 停下来的那只仓鼠 这家伙显然是喝醉了 罗伊压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只听他似乎否定了之前的结论 所以现在你又觉得 那家伙不是时间穿越者了 这不是很重要吗 吴星环摇摇头 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罗伊皱起了眉头 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 听着 你是床上唯一一个 有希望帮助我们了解现状的人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研究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但我希望至少现在 你能振作起来 这句话似乎起了些作用 吴星环抬头看向了他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我们做一个假设好了 罗伊 罗伊看着他 用眼神示意他说下去 吴星环将杯子放在了桌上 从柠檬片里 抠下了两颗紫扔了进去 看着下沉的柠檬紫 他慢悠悠地说道 有一款电子游戏 里面有很多很多人 就假设有一百亿个好了 罗伊皱着眉头 然后呢 吴星环继续说道 我们的眼睛是有极限的 当然镜头也有 现在假设这个镜头 只能看见一亿个人 我们的游戏机支持一亿人通平 不等罗伊询问 他马不停蹄地说道 那么问题来了 镜头之外的九十九亿人呢 他们去哪里了 被这个问题给整不讳了 罗伊愣住了一会儿 表情古怪地回答 当然是在镜头之外 聪明 吴星环竖起了拇指 咧嘴笑了笑 只可惜只看到了 表面 真相其实是 他们都是量子态的存在 你知道他们的存在 主机也默认他们确实存在 甚至连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记录在案 但他们其实并没有 在我们的程序中 直接生成不是吗 或者说是保存在缓存中的 只有当我们将镜头 移过去的时候 他们才会实施生成 并被我们看见 旧纪元的人们 正是通过这种方法 低成本地制作游戏 只要将视角限定在 一定的范围内 并巧妙地利用画面加载 只需要几张贴图 就能制作一个星球 我大概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罗伊皱着眉头说道 可这和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 有什么关系 第2844期 吴星环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将吧台上的杯子打翻了 看着表情错愕的罗伊 他缓缓说道 现在镜头之外发生了爆炸 而且确确实实地发生了爆炸 甚至你已经看见了伤亡的人数 看见了爆炸的余波 看见了后续的影响 但爆炸真的发生了吗 这还用问吗 罗伊不解地看着他 你自己都说了 那里确确实实发生了爆炸 我是主机 我是叙述者 爆炸是我告诉你的 吴星环盯着他的眼睛 笑着说道 但你应该清楚的是 在你将镜头移动过去之前 爆炸的特效 人们的惨叫 以及某个人临死之前 看见了什么又错了什么 其实并没有在我的程序里 生成出来不是吗 也许爆炸发生的时候 某个家伙正对着游戏之外的 你比划终止 我敢打赌 你看到了一定会惊呼不可思议 因为某个NPC不但觉醒了自我意识 还打破了第四面墙 但你没机会看到了 因为当你把镜头移过去的时候 连他的尸体都未必能吵得着了 罗伊愣愣地看着他 隐隐约约地似乎已经明白了些什么 世界 无形环缓缓从嘴里吐出了一个词 接着说道 我们将一个事件刚好能被观测到的那个时空界面称之为世界 而在这个夸张的例子中 你的镜头边缘就是我所说的世界 而对于坐在这里的我们来说 处在超空间航道中的我们正好就处在世界之外 包括那个侮辱几土的小鬼也是一样 我们都被装进了一个外界无法穿透的黑箱里 我们的结局对于他来说是既定的事实 而他的结局对于我们来说也无关紧要 因为不管他告诉我们什么 未来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他的时间线里都已经死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 吴星环又自嘲地笑了笑 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不是吗 按照这套理论 此刻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 哪怕我在墙上刻满了字 写下了我们传奇般的经历 该被抹去的一样会被抹去 也许我们在历史上 已经遇到过无数次时间穿越者 只不过没有一次例外 他们就像我说的那个 站在镜头之外 对着玩家笔画终止的NPC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打破了第四面墙 当俯瞰着我们的上帝回过神来 他已经被彻底地抹去了 而原因恰好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因为我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穿越者 罗伊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 过了许久才缓缓说道 可是我们是怎么进来的 仅仅是因为超空间航行 可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超空间航行 从未听说过哪艘星舰遇上了这样的 等等 也未必是他们没有遇上过 罗伊的额前缓缓地划过了一滴冷汗 滴在了酒吧的吧台上 或许有人是遇上过的 只是没有人知道罢了 就好像没人知道死后世界是如何 到底是轮回转世 还是去一个叫天堂的地方 他们留给外界或者说世界内的信息只有一条 那便是无可争议的死亡 怎么进来的 只有天晓得我们是怎么进来的了 吴星环笑出了声来 看着似乎是开窍了的罗伊 慢悠悠地说道 这种事情压根就不重要 也许是一场大爆炸 在一瞬间把我们都杀死了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打了个酒阁 醉醺醺醺的盯着罗伊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在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因为那家伙说的就是实话 我们可能已经 不 不是可能 是一定 我们已经死了 而坐在这里的你我 不过是幽灵罢了 八台旁一片安静 只有仿生机器人熟练地擦着杯子 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罗伊愣愣地看着吴星环 盯着那张脸看了许久 最终看向了机器人酒保 两杯生命之拳 机器人酒保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我不建议您在值班时间饮酒 尤其是烈性鸡尾酒 可你都给他了 罗伊指了指 坐在自己旁边的吴星环 仿生人酒保的脸上 浮起了一抹困扰的神色 可这位先生说他是五步的 你们都说五步不用干活 罗伊眉头抽动了一下 却仍然面不改色地说道 我给他要的 这说法似乎得到了 仿生人酒保的认可 两杯澄澈透明的烈酒 很快摆在了吧台上 罗伊将其中一杯 推到了吴博士的面前 随后往自己那杯里 洒了几粒盐 你所说的一切 这是你的推论 我也可以推测 我们其实处在 不同的时间线上 就像那什么平行宇宙理论 吴星环耸了耸肩 你根本不懂 平行宇宙理论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理解就该知道 那和我说的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们这部分时空的命运是注定的 几乎是注定的 我认为有区别 而区别就在于 我还在呼吸 我还有心跳 至少我现在还活着 罗伊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继续说 活人就该做活人的事情 至于死后的事情 就交给其他活人去想 不过 我得对我之前的偏见道歉 你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于 你做的事情 远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多 当着一脸吃惊的吴博士的面 罗伊将杯子里的烈酒一饮而尽 双手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我还有能做的事情 虽然在你看来 可能是无意义的 但我并不想就这样放弃 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 单调的掌声 忽然从酒吧的门口传了过来 包括站在吧台后面的访生人在内 三人齐齐看向了门口 只见他们的舰长正站在那里 您好 舰长先生 吧台后面的访生人 微笑着打了声招呼 至于吴兴华 则是尴尬地将酒杯向身后藏了藏 接着从吧台凳子上滑了下来 就因为在那位舰长的身后 正站着他的堂姐 吴孟科 他已经感觉到了那锐利的眼神 正盯着喝得鸣顶大醉的自己 说得好 赵天和放下了鼓掌的双手 朝着仿生人酒宝点了一下头 随后面带微笑地 看着站在吧台前的两位 这才是人连战士该有的态度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 您过奖了 行了个军礼的罗伊 拘谨地说道 赵天和简单地回了个军礼 随后看向了某个因为喝醉了站不直的家伙 面带笑容地继续说道 吴博士 我注意到你之前在提到 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的时候 用到了几乎这个词 是这样的 躲闪着吴孟科那锐利的眼神 吴星环摸着鼻梁尴尬地说道 赵天和面带微笑地说 所以 其实是有办法改变的 对吗 吴星环愣了一下 没等他开口 那位舰长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比如保持既定的未来不变 只改变未知的那部分 吴星环苦笑着说道 可这怎么可能 赵天和看着他说 双子号是猎户号的姊妹舰 我们是同一张设计图纸 吴星环表情古怪地看着舰长 您的意思是 赵天和逻辑清晰地说道 撞击我们的那艘飞船 并不具备星际巡航能力 我们合理地怀疑 事故发生地点是在地球附近 至少是有公知引擎能达到的地方 吴星环匆匆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罗伊 见后者点头 于是小声地说 似乎是这样的 并没有在意他的小动作 赵天和继续说 而我们是在超空间航道中 据我了解 超空间航道应该是不存在经典空间意义上的终点和起点 只存在时间概念上的终点和起点 我说的对吗 不准确 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们相对于两个大质量天体的距离是没法计算的 等等 您的意思是 说到一半的时候 吴星环的眼睛忽然瞪大了 错愕地看着舰长 赵天和注视着他 说出了自己的假设 会不会存在着一种可能 这位自称登上了猎户号的时空穿越者 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在猎户号上 还是在双子号上 罗伊皱起眉头问道 可双子号不是已经返航 赵天和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被击沉了 而且是被我们击沉的 酒吧内的空气诡异的安静 罗伊和吴星环都愣在了原地 接着 前者下意识地看向了 站在赵天和身后的吴梦科 这艘兴建的二把手 行政官女士 那张脸上面无表情 更没有一丝意外 看得出来 舰长并不是胡扯的 罗伊的猴戒动了动 难以置信地盯着赵天和 这个自己曾经无比尊敬的长官 为什么 赵天和看着这个年轻的士兵 缓缓叹了一口气 声音复杂地说道 因为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你 杀人了 吴星环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堂姐 从颤抖的嘴唇里挤出了最后半句 三千人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然而这次却是他挪开了视线 没有看自己的弟弟 赵天和轻轻咳嗽了一声 打破了空气中弥漫的僵硬 我们必须阻止空天军犯罪 至于具体的过程 全部都记录在黑匣子上 等回到拉格朗日点的空间站 我会接受逮捕 并对军事法庭解释我的行为 另外 这是我一个人的决断 与你们所有人都无关 总之 这次事故背后的水很深 我不想让自己的荣耀蒙羞 但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动手 不止我们自己会死 很多人都会死 包括许许多多 好不容易熬过这三年的幸存者 罗伊正正地看着舰长 心中怎么也无法接受 这个潦草的说法 双子号是猎户号的姊妹舰 双方人员经常会轮换 那艘船上也是有不少 他认识的人的 然而现在 他最尊敬的长官却告诉他 那些家伙都死了 而且是他们杀的 还是在绝大多数人 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吴兴桓深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将自己 从这场噩耗中抽离了出来 他确实看见了一些生机 用所有人都听不到的声音 他的嘴里碎碎念着 盒子里的猫有两只 死掉的只有一只 另一只生死未卜 我们看见了开盒子的人 但开盒子的人 只看见了一只死猫 只要他们死 我们就是活的 罗伊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也没有心思去听了 看着这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 赵天和略微沧桑的脸上 浮起了一丝从未显露过的疲惫 缓缓开口说 关于双子号的事情 还有来自 拉格朗日典空间站的命令 稍后我会解释的 我们还是先讨论 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吧 第2846集 这里是双子号 我们接到指挥部命令 将协助你们实行 终末之战计划 请你们打开偏岛护盾 引导我方登陆舰着陆 临我方人员进行工作交接 这里是猎户号 我们收到你们的请求 正在向指挥部确认 双子号收到 请尽快恢复 猎户号收到 我方无法确定命令合法性 申请提交由军事委员会 进行仲裁 请求驳回 现在是战争时期 我们的敌人 正在屠戮我们的子民 我们没有时间 等待委员会的仲裁 请立刻执行命令 呼叫猎户号 你们在做什么 我舰侦测到 不稳定的盈利场波动 请立刻关闭取速引擎 以及偏导护盾 重复一遍 立刻关闭取速引擎 以及偏导护盾 接受检查 晚安 赵天河没有太多选择 他几乎可以肯定 从他违抗命令的那一刻开始 双子号上的中子鱼雷 就已经对准了他和他的部下 并且一定会在他进入超空间航道之前动手 如果他选择听天由命 便等于带猎户号的全体船员自杀 并将舰上数以万计的中子鱼雷 拱手让给那群杀红了眼的疯子们 为了他所效忠的宪法 也为了地表上的幸存者 他别无选择 只能在启动驱速引擎的同时 将发射架上的中子鱼雷 射向了友军 这是他一人的决断 不过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全体官兵的默许 他们和赵天和都是一类人 都是保守派中没那么保守的传统军人 他们宁可将枪口对准自己 也不肯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同胞 在引力场扰动的掩护下 妹妹鱼雷成功命中了双子号 持续加速的鱼雷 能够抵抗偏导护盾的排斥 并在战斗部击穿舰体装甲之后 释放高能中子树柳 三千号船员将在一瞬间死去 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死亡 而这个过程将没有任何痛苦 与此同时 猎户号巡洋舰也在同一时间 跃迁进入了超空间航道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因此除了少数参与叛乱的船员之外 舰上大多数船员几乎毫不知情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们好 毕竟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 猎户号击沉有军都是事实 那也是三千条命 不是一句情有可原 就能轻飘飘接过的 下达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 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审判 而赵天河也从未想过 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他只希望尽可能将责任 更多地扛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让自己的部下尽可能少承担一些 由此减轻或者免于处罚 至于现在 他要做的是尽快把真相带回太阳系 并阻止空天军高层所谓周末之战的阴谋 那压根不是什么为了文明未来发动的战争 纯粹就是火炬计划的翻版 这便是猎户号巡洋舰 在进入超空间航道之前发生的事情 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 便是舰上所有船员都亲眼见证的诡异情况 他们卡在了超空间航道中 赵天河将整个事件的始末 坦白地告诉了罗伊和吴星环两人 无论两人在感情上是否能够接受 他们现在都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指望我的坦白能够得到你们的宽恕或者理解 我的过错自然会由法律来审判 并且我无意逃避 但现在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度过眼前的难关 你们一个是已知的幸存者 一个是舰上最博学的学者 你们是最有希望破局的人 说到这的时候 赵天河看着吴博士 认真地说道 尤其是你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我说的那个方法是否可行 欺骗揭开盒子的观测者 这种事情没有先例可训 也不可能有成功的例子留下来 吴兴环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感觉到了自己食指指尖的颤抖 这将是一场豪赌 但似乎也是唯一的胜算 他们必须主动舍弃掉 所有一切注定舍弃的东西 这其中可能不只是生命 还有包括荣耀和信念 在内的其他东西 而唯一换来的结果 仅仅是让能活下去的那部分 活下去 换而言之就是 未被观测到的部分 或者说生死未卜的部分 在这艘星舰上服役了这么久 他还是头一回感觉到 如此沉重的压力 面对一双双视线 他做了个深呼吸 镇定地继续说道 首先我们得改变舰上的布局 包括舰体外侧的涂层 标示 以及在离开超空间航道之前 将开河的人送走 不过这些 其实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 我们和双子号是姊妹舰 想要伪装成对方并不难 真正难的是另外两件事情 看着仔细听着的三人 吴星环竖起了两根指头 冷静地继续说 首先 我们必须了解天人 目前我们仅仅是从 开河者的直言片语 了解到他们是一群 数字生命的集合体而已 并且对地球上的幸存者 不怀好意 赵天河皱眉 还不够吗 吴星环摇了摇头 当然是不够的 首先开河者 只是观测者中的一员 他所了解的信息 既不等同于观测者 全体了解到的信息 也不等同于 绝对准确的信息 想让两枚碎片 严丝合缝地 拼接在一起 必须做到 每一个棱角都吻合 否则我们就会 遭到因果层面的麻烦 吴梦科沉思着问道 因果层面的麻烦是 这个是未知的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毕竟遇到的人 不可能告诉我们 吴星环耸耸肩膀 继续说道 也许我们掉进了黑洞 也许被陨石砸中 当然 这些太小儿科了 我更倾向于认为 我们会被关在超空间通道里 彻底迷失在时间的缝隙里 又或者成为量子泰的幽灵 一部分人看得到我们 一部分人看不到 三人面面相去了一眼 这种事情过于诡异 他们实在想象不到 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即使别说是他们 吴星环自己也想象不到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理论推测 而他用理论描述的东西 恰好又在理论上是看不见的 赵天和沉默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我们可以模拟一个数字生命 然后藏在他的背后 这其实并不难 然后呢 吴星环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然后是关键 我们得将观测者送走 而且是尽快送走 只有让他尽快回到 自己的时间线上 并减少对我们的观测 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去欺骗观测者 在几乎不改变观测者 未来的情况下 改变盒子里的我们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他对我们了解的越多 我们可操作的空间就越少 当然 反过来我们必须利用他 我们通过他知道的越多 我们的胜率就越高 吴梦科认真地问道 那么问题来了 谁怎么才能把他平安地送走 吴星环用不确定的口吻说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只要让他回到那艘科研船 再躺回到休眠舱 然后我们把门关上 再离开那片区域 应该就没问题了 他下次醒来 应该就会回到自己的时间线了 顿了顿 他看向赵舰长 可分歧点就在这 被我们带进超空间航道里的 应该是别的东西 比如双子号派来的登陆艇 你们不是说 他们派了一艘登陆艇过来 接管我们的兴建吗 那艘登陆艇 应该是触发了的吧 赵天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将打翻的盒子盖上 再重新打开 我们就会回到彼此的时间线 吴星环打了个响指 没错 听到他的说法 赵天河和吴梦科的神色 都缓和了几分 就像松了口气似的 心情也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 尤其是后者 食指暗了暗眉心 他苦笑着说道 虽然离家起来有些困难 但情况好像 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悲观 赵天河也点了点头 我们反而从未来的观测者那里 得知了关于未来的启示 不过就在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罗伊却举起了手 见三双视线看向自己 他犹豫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说 我其实不太明白 不过也大概听懂了一些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成为那个孩子口中的天人 八胎前的空气安静了下来 面对这个问题 三人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成为天人 也就是说 要去毁灭两百年后的世界 可就在不久前 他们才为了阻止世界的毁灭 而击沉了双子号 如果他们要去做和双子号一样的事情 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将后者击沉 并等到两百年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呢 赵天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暂时将其搁置 沉默了片刻开口说 两百年之后的事情太遥远了 我仍然更倾向于认为 我们和他们处在不同的平行世界 我们的命运 未必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顿了顿 他做出了决定 先验证吴博士的结论吧 问出关于天人组织的情况 然后 送哪个孩子回家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繁荣纪元的人们 都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的缘故 夜时总感觉 这帮家伙神经大条过头了点 自己一个开着民用飞船 闯入军事重地 装着战斗一体 差点打上了现役军人的家伙 不用蹲小黑屋就算了 还能大摇大摆地在飞船上到处乱窜 其实说到处乱窜也不对 他也有不能去的地方 比如其他甲板 以及撞击事故的现场 而与之相对的是 除了这些地方不能去之外 他可以在下层甲板各个区域随意走动 几乎没有人跟着他了 除去人身自由的保障 他的其他基本权利也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几乎和生活在这艘星舰上的船员们一样 在弄清楚他的底细和背景之前 他们首先认可了他身为人类的身份 并将他当成了人类对待 这艘星舰上的管理部门还考虑到他情况的特殊性 给他安排了单独的一人间宿舍 甚至还送了他一张记账式的饭卡 用发饭卡给他的那人来说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从未来回来的 这笔债务在遥远的未来 大概也被通账给吃掉了 也就是不用还了 如果他不是从未来来的 他们会在下船之后给他一张账单 可以等回了地球之后找份工作慢慢地还 虽然学历是个问题 但应该会有很多研究所对他很感兴趣 每次想到那个处处为自己考虑的工作人员 拿着饭卡的夜食便不禁心生感慨 这哪里叫保守派啊 这简直他妈的比理想城还左好吗 他甚至不禁好奇了起来 殖民地的那帮叛军得激进成什么样啊 才能将这帮他眼中的老好人们 衬托成保守派 另一方面 这座船上的船员对他的态度也相当地有意思 一部分人觉得他在扯淡 一部分人信了他说的话 但无论是信还是不信 他们都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都巴不得他多讲两句未来的事情 下层甲板的酒吧 坐在吧台前的夜食身旁围了一圈人 这里无论是人数还是嘈杂的环境 都是中层甲板那个格调优雅的酒吧 没法比的 听着这个自称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 讲着以后的事情 围在周围的船员 一个二个都瞪大了眼睛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云间行省 居然成了最繁荣的区域 就那片老公野区 这真是难以置信 喝着别人的酒 夜食随口说道 毕竟志远号降落在了那里 他们一开始就开了挂 我上我也行 一位凶狠大的女人抱着双臂 摇着头说道 灰兰特人 看来镇剑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连奴隶制都给搬出来了 夜食回了一句 你要结合时代背景看问题 算了 我又不认识他们 懒得给他们洗地 还有一个小伙子愣了好半天 突然回过神来似的喊道 等等 我刚才就想问了 你的意思是 婆罗行省又出上人了 那动我们去哪了 夜食耸了耸肩膀 鬼知道 人都活不下去了 还管他们 不过多亏了你们的同事 一个叫罗维尔的家伙 他是真正的环境保护者 拜他所赐 那里还是动物园 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小伙子明显松了一口气 夜食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他妈到底哪里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已经成了这座三千人小镇上的名人 夜食倒也是挺享受他们的追捧 对他们的问题也是知无不言 从中州大陆的东边一直聊到了西边 甚至聊到了他没去过的南极 北极和新大陆上 那里是有其他玩家去过的 只是没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那些经历都被写成了旅游笔记式的攻略 更新在了官网论坛上 如果成功度过这次危机 他大概也会把自己的遭遇写在论坛上 他曾坐在两百年前人连时代兴建的酒吧里 和一群古代人们谈天说地 不过怎么说呢 他的心态大概就像陪死人聊天解闷一样 指点江山的同时顺便套些情报 除此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了 更没有太把这些人的处境放在心上 毕竟站在他的立场上 这些活在两百多年前的人 可不就是死人吗 就算没遇上事故也得老死了呀 所谓的联盟就是幸存者团结起来的联盟 其实最初也没什么神秘的 我们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伟大 并不是抱着救世的想法去做什么 只是不想被掠夺者吃掉而已 那个胸很大的姑娘好奇地眨了眨眼 吃掉 那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小伙子 也用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是我理解的那种吃掉吗 还是广泛意义上的地盘吞并 夜时呵呵笑了笑 吞并 你是指吞到肚子里的那种吗 听到她的话之后 周围传开一片惊呼的声音 不少人脸上都露出诧异的表情 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家伙 甚至脸都白了 让人不禁怀疑 这种怂货是怎么混进部队里的 掠夺者还知人 这帮家伙 就没想过自己也是人类吗 听着那白痴一样的问题 也是随口回道 你指望掠夺者理解这个 还不如指望年君把自己当成人 不过话说过来 我们还真遇到了那种年君 你太到最后 已经彻底变成了我们的形状 甚至比人还像人 围在周围的船员们面面相觑 一名看起来身材魁梧的男人摇着头说 我还是无法相信 我们的孩子 未来的人们会这么隐瞒 夜时喝了一口鸡尾酒 悠悠叹气着说道 人 这个概念太宽泛了 人和人是不同的 人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所以我说联盟其实没什么伟大 它只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你们可能会更适合理想城的生活吧 不过也有不少理想城的人 因为受不了理想城而加入我们 那个凶狠大的姐姐吹了一声口哨 打趣地说道 所以你们赢了 夜时摇摇头 不敢当 但我们确实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算是几股力量 故乡妥协之下的结果吧 人类和盖亚已经没法打下去了 幸存者和威兰特人也是如此 幸存者的内部也是如此 这三个矛盾是存在递进顺序的 共同构成了废土纪元的主线 而当他们都解决的时候 废土纪元自然而然也就结束了 夜时总有一种自己其实是多余的感觉 他亲手推动的历史可能远远不如方长老哥 而他们加起来所发挥的作用 其实也更类似于催化剂 而不是燃料本身 不过思来想去 这其实也正常 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浪潮中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总有人会多承担那么一点责任 有的人少承担一些 但不存在说某个人就是可有可无的 这场戏只有方长一个人也是唱不下去的 包括被无数废土客奉为神灵的管理者 他们和废土上的幸存者们 共同完成了这篇 姑且可供后人传唱的史诗 荣誉属于每一个幸存者 就在众人还想问一些事情的时候 罗伊穿过人群走了进来 抱歉各位 我得倾用你们的明星用一下 某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看着他吹了声口哨 你们还没打够 罗伊怂怂肩膀说道 我们的误会早就解开了 只是有些事情得和他聊聊 对他很重要 那个男人将手放在叶石的肩膀上拍了拍 咧嘴笑着说 这件事要是为难你 就告诉我 叶石并不知道这位粉丝的名字 不过还是朝着他说了声谢了 随后从吧台凳上跳了下来 跟着罗伊走出了人群 去了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 关上了门之后 他看着叶石说 我这有个好消息 我们找到帮助你回家的办法了 总觉得这个副本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为了推进剧情 抱起双臂靠在桌旁的叶石 还是顺着他的话说 嗯 说说看吧 罗伊将吴博士想出来的那个方法 复述了一遍 而那个坐在桌子上的小伙子 在听完之后 也果不其然地露出了微妙的表情 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罗伊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 我知道 那是另一艘巡洋舰 它的设计图纸和我们是同一套 甚至于 我们是在同一条生产序列上完成的 等等 我脑子有点乱啊 也是抬手打住了他的话 错愕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还有一艘猎户号 罗伊认真地说道 准确地说 应该是你以为 你登陆的是猎户号 但其实是双子号 叶时毫不犹豫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见他们舰体上写着猎户号的名字 罗伊继续说道 几行印在船体上的油漆 说明不了什么 他们完全可以假扮成我们 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脏活 叶时皱着眉头问道 你们不愿意做的脏活 罗伊没有隐瞒 点了一下头说 我们拒绝了拉格朗热点 关于朱末之战的命令 而我想 你们口中的天人 应该就与那个朱末之战计划有关 叶时愣愣地看着他 朱末之战是什么 他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词 不过其实也正常 即便他来自未来 也不可能知道过去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 看着对此一无所知的叶时 罗伊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 或许那个酒鬼的计划真能成功也说不定 世界之外的历史是存在操作空间的 而留给他们的空间似乎不小 拉格朗热点的指挥部 确实有计划对地表进行彻底的清醒 在他们看来 这有助于帮助避难所快速完成战后重建 而我们拒绝了他们 并向双子号发射的中子鱼雷 所以其他人不相信你来自未来 我们确实相信他 而且按照你的说法 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 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两百年后 走到了木凳口袋的叶时面前 罗伊伸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与其认真的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的战争 我们不会放着你们不管 我们将在我们的时间线上继续前进 而你则回到你的时间线上 我们将在两百年后会合 为此 我要你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你知道的 关于天人的每一件事情 看着那双坚定的眼神 叶时最终还是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 缓缓地点了下头 无论这个计划听起来有多异想天开 无论这其中的可能性有多渺茫 就冲着他们这份决心 他也打算陪他们赌一把 而且万一能成功呢 别说是蒋雪舟得救了 联盟也会获得一个无比强大的帮手 我答应你们 第2849集 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的各层甲板 舰船指挥部的广播声在走廊 在食堂 在酒吧 在厕所 在每一名船员的头顶回荡 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的船员们 晚上好 我是赵天河 你们的舰长 很抱歉在这个时间打扰诸位休息 但还请诸位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耐心地听完这段广播 相信诸位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的飞船在进入超空间航道时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 并由于未知的原因 停在了时空裂缝 为了摆脱眼下的困境 也为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广播中 猎户号导弹巡洋舰的舰长赵天河 向舰上的全体船员 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并交代了一部三部 与五部联合制定的作战计划 行动的代号为 破晓 他们将伪装成有军的尸体 在深海一般的外层空间保持静默 以达到欺骗观测者的效果 并在所有人的世界之外 度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黑幕 直到他们的时间线 与那个来自废土纪元215年的孩子重合 这段由赵天河亲自发出的广播 在巡洋舰上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不仅仅是因为 那个较夜时的少年时间穿越者的身份 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更是因为他们在广播中了解到了双子号的遭遇 他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了杀死友军的刽子手 下层甲板的食堂 一群面红脖子粗的船员正大声地争吵着 一名留着落腮胡的男人拳头狠狠地垂在了桌上 毫不掩饰愤怒的吼道 这太荒谬了 仅仅是因为怀疑 我们就向他们发射了中子鱼雷 坐在他的对面抱着双臂的骁勇沉默许久 最终开口 我认为我们的舰长没有错 我们不可能执行那个叫终末之战的计划 冲突是早晚的事情 甚至搞不好 就在我们拒绝执行命令的那一刻 双子号的鱼雷就已经对准我们了 那个留着落腮胡的男人怒目而失地瞪着他 成举呢 因为你的一张嘴 没有那种东西 萧勇摇了摇头 毫不避让地与那人对视着 这里是太空 是外存空间 死人没有发言权 我并不怕 我甚至宁愿 死在那艘船上的人是我 但是我脚下的东西 绝不能交给他们 地球上有我的家人 所以他们必须死 你是家伙 我 两人眼看着就要打起来 不过却被旁边的同事们给拉开了 看着为双子号的事情争论不休的众人 坐在食堂一角的林悠悠 脸上不禁浮起了一抹忧愁 他无法认同萧勇说的话 也无法认同舰长 以及依部同事们的决定 即便他们也许是对的 那是曾经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也是那场战争仅存不多的幸存者 如果每一个人都用这种激烈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诉求 就算他们侥幸度过了这一时的危机 也一定会在未来某天的下一次豪赌中输掉所有 或许如今被困在超空间通道中的局面 正是命运对他们的惩罚 他看向了一旁默默吃饭的夜食 忍不住问道 你觉得我们做得对吗 他想知道历史对他们的评价 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夜食沉默了一会儿 回答说 我不知道 在我所知的历史中 轰罩我们的是你们 不过 谁知道呢 后面还有一长串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 包括轨道空降师 包括战后重建委员会的组件等等 对于我们来说 战后重建委员会的分崩离析 就已经足够遥远了 而你们还在他们诞生之前 看着那少年老成的模样 林悠悠不禁有些心疼 伸手想摸摸着孩子的头 不过很快又想到 他并不喜欢被当成孩子 于是又把手收了回来 你说的是你们的评价 我想知道的 其实是你的评价 我吗 也是愣了一下 认真思索了一会儿说 我可能会倾向于认同你们的做法吧 为什么 林悠悠忍不住问道 我可是杀了三千多人 还是我们自己的战友 可能因为我生活在一个 一人不杀就得杀万人的时代 夜时耸了耸肩 你换个角度想 你们刚刚可是救了一个星球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安慰人的说法 他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站在避难所居民的立场上 死去的似乎只是那些 没能进避难所的人而已 避难所的居民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于他们救下来的那些人 最后大多还是死了 而且是在长久的折磨中 痛苦地死去 并将他们所感受的痛苦 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然后 那些活下来的人 成为了最初的废土客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个名为周末之战的计划 未尝不是一种仁慈的选择 没有了废土客 启蒙会大概也不会出现 包括火炬教会和天人等等 不过与之相对的 战后重建委员会大概也会消失 包括巨石城 起点城 这些由前者在废土上拨下的种子等等 那将是一个完全由避难所居民组成的未来 他们大概会按照方舟计划 最初设想的那样 完全按照很久以前便计划好的标准 在废土上重建一个新的人脸 很难比较哪种未来更好 不过 要让他选的话 我觉得你们做得挺好 别太自责 看着重新开始吃饭的夜食 林悠悠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也语了一句 倒是让你安慰起我来了 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夜食慢吞吞地说道 嗯 前面一句话算是吧 不过后面那句是真心的 没想到 你还挺懂得关心人的 看着这个有趣的小伙子 林悠悠将下巴靠在了手背上 忽然笑咪咪地冷不丁说道 说起来那个叫蒋雪舟的小姑娘 是你女朋友 夜食差点没被嘴里的饭呛到 红着脸咳嗽了一声说 你在说什么奇怪的话 我怎么可能和 哎呀 总之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是队友 看着这个着急了的小伙子 林悠悠没忍住扑斥了一声 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 别紧张 在我们这个年代 和队友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难道在你们那边 是什么禁忌吗 如果是的话 我没有麻烦的意思 只是有点好奇 两百年后的人们 是怎么相处的 我的意思是感情方面的 对于自己比较八卦这件事情 他倒是很坦诚 不知道 你问方长吧 他懂得多 夜时糊弄了一句 逃犯的速度更快了 是吗 可我更好奇 那个叫蒋雪舟的姑娘 林悠悠笑了笑 用打趣的口吻说道 如果我能活到两百年后 可以带我认识一下吗 可以吧 夜时含糊地回了一句 如果两百年后真能遇到 都不用这家伙说 他自己主动就会拉着他们 四处炫耀一圈 拿着他传奇一般的经历 狠狠地装个逼 林悠悠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过却记住了这句话 玩耳一笑说 那就这么说定了 虽然双子号的悲惨遭遇震撼了舰上的三千名官兵 但所幸的是这场骚动并没有持续太久 绝大多数人都在一天甚至半天的时间里调整了过来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冷血 而是因为舰上的船员很清楚 他们的舰长有一句话是对的 那便是至少现在他们必须团结起来 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己 也是为了拯救未来的人们 以及那个不小心闯入他们时间线上 并且和他们一起被困在这里的孩子 哪怕是为了早一些 将那个下令击毁有军的舰长绳之以法 他们也得团结起来度过眼下的难关 怀着同样的信念 无论是支持赵天河还是反对他的人 都在此刻放下了争议 而代号为破晓的计划 也正是从最初的动员进入了实施阶段 四部的工程师放出了修领机器人 对舰体外侧包括涂装之内 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 他们要先将自己伪装成双子号 成为活下来的那一方 并在离开超空间航道之后 以猎户号的身份 与拉格朗日空间站进行通讯 留下记录 再然后便是开发名为天人的智慧生命 即使是假的智慧生命也无所谓 他们需要让来自未来的观测者 亲眼见证天人的诞生 虽然老实地讲 也是打心眼里对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他确实被这些人的决心 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了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 他作为莫名其妙出现在这艘船上的人 而恰好这艘船又卡在了超空间航道中 就算有人提出将他弄死 他都不会觉得奇怪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这么做 甚至于他们非但没有敌视他排斥他 反而关心起了他的伤势 对他嘘寒问暖起来 无论这些船员信不信他说的话 他们确实都把他当成了活生生的人在对待 也是扪心自问 他自己是没有这么崇高的 面对绝境保持冷静 不把人性中的恶爆发出来 就已经是他超水准发挥了 也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那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内心才会如此的触动 他是个将心比心的人 别人怎么对他 他就怎么对别人 因此哪怕是他很清楚 这一切仅仅是游戏的剧情 他也很难再将这里的人们完全当成NPC来对待了 他们更像是他的朋友 或者说他们就是他的朋友 他想帮助他们走出这座迷宫 为了两百年后的相会 也是竭尽全力的回忆关于天人的所有细节 并毫无保留地将其告诉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部的工作人员 作为这艘兴建的石部 该部门虽然是整艘兴建上所有部门序列中的最后一个部门 却比序列靠前的五部有用得多 这艘兴建上的一切智能程序都是由该部门负责维护的 甚至于偶尔他们还要配合其他部门开发一些人工智能应用 以及协助三部和一部应对可能发生的电子战入侵等等 石部的工程师都是真正的编程高手 毕业于人联高等院校的他们 在天赋上也许不如小蒋那么突出 但专业能力却丝毫不逊色于各方面都有所涉猎的后者 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在夜时的协助下 他们并没有花费太大力气 并完成了天人的设计 那是一个拥有自主演化能力的智慧生命 并且完全是以人联空天君中极端保守势力为蓝本设计的 它将以净化废土生态环境 以及光复繁荣纪元为己任 并为此不惜牺牲废土上的所有幸存者 按照科学道德委员会的标准 这种具有反人类属性的人工智能 从头到脚都透着非法的气息 换作是和平年代 从开发商到赞助商一六名单上的所有人 都得吃官司和判刑 但他们现在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毕竟根据夜时的说法 就算他们不这么做 拉个朗日点空间站上的极端保守势力 一样会开发类似的智慧生命 甚至于他们自己会去成为那样的存在 这是未来既定的事实 并且是已经发生且无法更改的事实 他们要做的是篡夺 让这个伪装成恶魔的人工智能 杀死并代替真正的恶魔 接着在遥远的未来被勇者杀死 如此一来 这跨越时间的因果便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圈 为了防止恶魔无法被杀死 他们还在设计这个名为天人的智慧生命的同时 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后门 或者说一把钥匙 那是一组密钥 任何人只要输入这组密钥 就能让天人自动格式化 从而将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埋葬 夜时其实很愿意自己来当这个驱魔人 然而可惜 按照吴博士的说法 他自身具有观测者的属性 一旦由他将这组密钥带去了未来 这组密钥极有可能就失效了 换句话说 这项光荣的使命 只能由创造天人的猎户号导弹巡洋舰自己来完成 按照破晓计划 他们将在两百年后前往同步轨道上的 双子号导弹巡洋舰残骸附近 与回到自己时间线上的夜时会合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经过将近三百多个小时的努力 所有的准备工作终于完成 在猎户号导弹巡洋舰船员的帮助下 夜时重新躺回了那个最初醒来的休眠舱 他将用那个不靠谱的方法 重新进入休眠状态 然后再由猎户号的船员将他送进那艘几乎被撞毁的科研船里 按照赵天和舰长的说法 他不用在里面等待太久 他们会在两百年后前往事故发生的地点营救他 并将他从休眠舱中唤醒 看着站在休眠舱前的众人 夜时的脸上带着几分复杂的表情 最终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如果你们在我的时间线上没有出现 那天人得是我设计的了 什么废土天皇 这也太干了 我想你保证 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 那里毕竟也是我们的家园 罗伊将手放在了夜时的肩膀上 庄严而郑重地做出了承诺 我们一定会相遇 在小远的未来 希望吧 按照你们的说法 对我来说 其实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 如果没有的话 我倒也不用太期待 过着等太久 说到这的时候 夜时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那一张张已经熟悉的脸 和一双双炙热的瞳孔 不过 我相信你 还有你们 开始吧 保重 考拉也拍了拍她的肩膀 随后跟在罗伊的身后 离开了房间 林悠悠担心地看了她一眼 但最终也跟在了她们的身后 吴星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她是整个计划的理论设计者 此刻也是最忐忑的那个人 夜时给了她一个 不用担心我的眼神 随后便以那副玩世不恭的态度 闭上了眼 踏不了就是一死嘛 她又不是头一回去世了 不过想到还在宇宙的某个角落 等着她回去的蒋雪舟 上一秒还在心里嘴硬的她 忽然又胃疼 光哥 爹给你跪了 让我回去 别让我重开啊 休眠舱的舱门缓缓关上 刺骨的寒意顺着她的脊背 爬上了她的眉心 呼出的空气在舱门玻璃上结了冰 她感到清醒的意识变得摇摇欲坠 仿佛又要掉回到了那片漆黑的深情 她的心中忽然涌出了一丝胆怯 不过现在就算想退缩也晚了 她只能硬着头皮冲过去 就像以往一样